親愛的 翔翔 妳怎麼來了 就想要來找妳 不是剛才見過密 有什麼好找的嗎 不打擾你們 我去工作 來 坐 今天晚上我可以住妳家嗎 當然可以 密碼妳都知道 等一下妳就直接回去就好了 我這次來 其實是要幫朋友慶生的 待會想要去挑個禮物 好 但我知道妳很忙 不想要打擾妳 妳可以叫妳的祕書陪我去挑嗎 不行 我們等一下有個會要開 很忙 小偷 去陪香香買禮物 為什麼 開會了 這次妳沒有參加 會議記錄我自己來 那今天晚餐我們一起吃 沒問題 吃披薩 好 給妳吃 當然 六點 六點 沒問題 不能遲到 不能讓我餓肚子等妳回家 我保證 絕不遲到 好玩 那我先去開會 小偷 妳陪香香去買禮物 買完之後送她回家 送完回家 就可以直接下班了 知道了 記住 一定要親自送到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一定會在六點之前 親自把她送到家 不會讓她耽誤到 你們晚餐的時間 注意太多 拜拜 拜拜 沒辦法 周哥他就是愛我 保護我 凡事都把我買禮物 恭喜妳 那妳到底要不要去買禮物 我們走吧 喂 三十一號十八 好 謝謝 妳有找到買什麼生日禮物了嗎 沒 用什麼給點的嗎 那妳朋友幾歲 對 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跟我同年 這個牌子有很多年輕的女生喜歡 妳要不要看一下有沒有適合她 可是她最近迷上運動 帶飾品可能不太方便 這樣 這裡有很多運動用品 要不要進去看一下 我忘記了 她受傷 暫時不能跑步 可能要求饒人身體 妳該幹嘛不早說啊 就忘記了嗎 陳彩鳳 妳是整我吧 我 我整你 妳現在才發現啊 會太慢了 所以妳應該也沒有朋友生日吧 妳覺得呢 我說妳要追周哥 還要在一百天之內 讓他喜歡上妳 妳就是我的敵人 就這樣 怎麼樣 要去告狀嗎 妳去跟周哥說我整你啊 既然沒有要買禮物 走吧 送給妳 我不要 我自己可以回去 不要以為我不知道妳在想什麼 妳故意要送我回去 然後賴著步驟 破壞我們的晚餐約會 反正我不會讓妳送我回家 隨便妳 就請妳自己回去 豬豪童 我問妳 妳送彩翔回家的時候 她有沒有說要去哪裡 我沒送她 送她自己回去的 妳沒有送她回家 我有交代過妳 要親自送她 她都已經是幾歲的人了 她自己送她回去 妳幹嘛那麼緊張 她現在不見了 我不知道她去哪裡了 妳可以不要那麼激動嗎 妳有沒有打電話給她 我有打過了 她關機 關機 喂 她就不想接妳電話 妳對我妹那麼兇幹什麼 不可能 有約好一起吃完飯了 她不可能關機 她應該是被綁架了 綁架 也不是沒這個可能 妳別再說了 我姐亂說的 妳不要相信 妳有沒有找阿公 說不定彩翔要打尿給阿公 不可以 不可以讓阿公知道這件事情 為什麼不可以 絕對不能讓阿公知道 我把彩翔弄掉了 彩翔是阿公的親孫女 她絕對不能出事 絕對不能 朱小偉 因為妳的不負責任 才導致事情變成這個樣子 妳要我怎麼跟阿公交代 他自己堅持說要回去的 我 我為什麼知道 他這麼大一個人 會把自己搞丟啊 妳以為這樣子 就可以逃避責任嗎 陸靜舟 妳與其花時間在這邊罵 不如帶我一起去找 不用 我自己去找 打擾了 我把總經理今天 使我行程都往後言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了 妳還敢問發生什麼事了 還不是因為妳昨天 沒有好好的把彩翔 安全的送回家 所以他到現在都還沒有回去 對 總經理找了一整個晚上 都沒有睡覺 我快煩死了 他怎麼辦 怎麼煩 彩翔到底去哪裡了 完蛋 他們不會出事 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報警 你 你先冷靜一點 我只是覺得他這麼大的人 應該不會有事吧 不會有事 真的嗎 妳可以保證嗎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你會不會 緊張過度了 對妳而言 當然是緊張過度 可是妳不知道 彩翔小時候 就會因為靜舟的疏忽 走失過一次 死我家裡受傷 所以他才會這麼緊張 怎麼辦 我聽好大海說 你昨天找了香香一整夜 現在找到了嗎 我先幫你倒杯水 你先喝杯水 我幫你講辦法 不用 你之前不是幫我找到小諾了嗎 你的商業機密呢 那是因為朱小諾的手機 有開機能定位 但是踩上他關機 我找不到他 我找不到你聽清楚了嗎 先不要急倒 我是來幫你忙的 我不需要你的幫忙 我現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 你離開 這件事情不用你來幫忙 陸靜舟 你不是臨危不亂 衝容不迫嗎 你為什麼現在遇到事情 卻慌了呢 你踩上的事情是我不對 是我沒有聽你的話 把他安全的送到家 這件事我一定會負責 我一定會跟你一起找到他的 朱小彤 這邊我昨天已經找過了 我的任意剛離開 你要去哪裡 擔心號碎 喔 妳要往 妳要往 坐好 走 我們進去問問看 是不是他就在裡面 不可能 問問看 焦哥 彩虹 謝謝你幫我找到翔翔 道謝就不用了 但是他 要跟我道歉 我才不要 為什麼翔翔要跟你道歉 他之前說有朋友生日 要買禮物 其實是假的 他根本就是在整我 但這件事我可以不跟他計較 但是假裝失蹤陷害我 我不能就這樣算了 翔翔 小彤說的是真的嗎 翔翔 我是故意的 怎麼樣 我就是知道他要追你 所以我常來找你的 我不想要他把你搶走 我是故意整他的 你是不是要這樣做很令人擔心 你有想過你阿公的感受 你有想過你哥的感受嗎 要你管 我就是要管 好啦 我來處理 坐 好啦 翔翔 這一次就算了 但是下次不能這樣子 你在外面做可以 但是要跟我說一次 萬一我聯絡不到你 把你弄丟了 我怎麼跟阿公交代呢 好啦 我知道 我知道 就這樣 翔翔說他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不用跟我道歉了 這件事情確實是翔翔的錯 我在這邊替他跟妳道歉 明天放假 我們去約會吧 約會 哇 你這個道歉真的很有誠意耶 明知山有珠 偏向珠山形 YOUGOTS 我曉筠姐姐對付這種妹妹最厲害了 給她來一點出街的貴婦行程 立刻馬上快收編成為我的小妹了 見八道我的這次 注意意不ta 趁先 級為お楽しみ 戶口 破 散